大家好,我是許樓先生,繼續和大家做夢想晚報的時間 今天是2019年8月30日晚上時間,已經到了11點30分 那就是那句,請大家like我的影片,留言,發表一下你們的意見 還有最重要是訂閱我們夢想編輯部的youtube頻道,謝謝大家 除了留言給我之外,有些聽眾都會去我許樓先生的Fanpage 有時會PM我,比較多一些家長的聽眾都會跟我說很多不同的學校 或青少年遇到的問題,大家都很擔心這件事就是 接下來9月2日的罷課問題,都答應了大家會繼續說一下 其實關於罷課這個課題,由眾志,香港眾志他們說要發起罷課的事宜 曾經向一大堆的中學發表這個問卷 某程度上,你這個問卷來說,算是一個間接上政治宣傳的工具 好了,關於罷課現在的後續,9月2日的罷課後續,其實大家都應該很擔心一下 我可以分兩部分,罷課這幾個問題 好,第一部分就是大專身那方面 如果大家有留意到,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一張照片,我覺得很震撼 中大那個營身會,近幾日出的 拍到他們就帶了頭盔,黑衣服,穿著那套暴徒裝的dress code 或者不知道人家在那邊描棍,好像那些冒陋相在那些冒陋 那些就是冒陋那些冒陋那些冒陋那些 這種恐怖份子的那樣 如果是家長看到子女要進入中大 我都會很害怕 要不就變成暴徒 要不就變得沉默寡言 因為全校都進入了作戰狀態 現在中大的山上是否已經變成香港自衛隊的軍營呢 看見也很害怕 今天十間大專演校 他們會搞一個9月2日課不霸學的運動 可以這樣說 他們自稱的運動 雖然那個大專生 他們未有入學 未有在社會的經驗 不過他們始終也有這麼大個人 他們要這樣做 就可以說給他們自由 他們自己選擇 你們這個命運自主 好 這是一部份 你們自己效果 你們怎麼搞得好 另一部份就是中學 小學 甚至乎幼稚園 這部份來說 其實我之前節目也說過一次 不可以拿這班 完全沒有社會經驗 完全是思想和那個 思想上都未發展成熟 都未知世界是怎樣運作的中小學生 你竟然想把他們捲進政治的漩渦裡 基本上你不是把他們變成磨心這麼簡單 拿他們叫人盾 人盾一樣 拿他們洗腦也好 怎樣也好 令到他們擋一份 就是腦劫了 不可以說腦劫了 就是挾持了一班 學生 可以說是一班無知的學生去做 你們的政治工具 這個是非常可恥 要不得的 所以說其實眾志去做這個問卷 是那個叫做 那個叫做 那個做法是非常可恥 還有盛傳 早幾天看到有些 那個叫做 東方的頭條 又說要怎樣 有些很恐嚇性的事情 我也不想再引述 令到那些 警察的子弟 都在一個惶恐之中 這些 我也不知道應該叫什麼 黑色恐怖 這樣恐嚇一些 學生和他們的家長 這樣也有 他們會變成 就算未對他們身體造成任何的傷害 但是已經 令他們蒙受這個心理壓力 活在這個恐懼當中 十分可恥 這些人 那好吧 講一下有什麼應對措施 我今天看到 一個備受爭議的法律 不是法律 立法會議員何君堯先生 就 用他的立法會議員的身份 就出了一封信 給某一家學校 要他們交代一下 你們會不會參與罷課 之類的 這個挺有效的 如果 這個叫做 未必一定要找到立法會議員 找到他們來 都 為時以晚 因為他們未必做得到 全香港這麼多的學校 家長可能要自己 發起 聯署 給校長 子女讀的 學校的校長 叫他們 書面 答應 表明 學校是不會參與這些罷課 的行動 還有對於有 黃絲 深黃的老師 你們的措施是怎樣 要確保 不要將學生 變成這些政治工具 籌碼也好 人質也好 不可以這樣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有效 去 制止到這個 罷課的熱潮 的思潮 進攻到這個 中小學界 這個方法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我也有看到 baby kingdom 竟然有些家長會去分享 望向編輯部的節目 很感謝 baby kingdom 的家長去 鼎力支持 我看到很有趣 雖然有少少粗口 不過是 適合 聽的 和編輯都盡量 去 忍一忍 不要說粗口 這個 有少少抱歉 有關 罷課方面的 留言 我看到有不少 因為最近家產生 做了一節的 在網向早晨 也有提到 類似的問題 好了 看看有什麼 留言 好了 希望 廢青白火 留納稅人的錢 建設社會更好 請多方求證 請多方求證 Please prove it in many ways 有名叫無名 所謂罷課 就是找人擋住你去學校的路 有些暴徒也有這樣說過 要擋住路 不要讓學生上學 阻撓他們上學 之前有些鐵路的港鐵不合作運動 頂著車門 大家有沒有印象 他們叫人罷工 其一 然後 怕人們不會支持他們 自己都沒有信心 所以擋住港鐵 逼你 被罷工 我也很擔心 他們會用同一個套路 就在 罷課方面 影響到 小朋友讓他們不要上學 或者害怕上學 那些學生會先斬後走 先同意罷課 然後再找校長商量如何安排罷課 而校名就出現在這個名單上 就是可惡之處 他們所說的這個名單 其實之前也有些 叫做 有些 Fan Page Facebook Page 登過出來 原來這個 這些表 其實原來有水分 後來陸陸陸陸陸陸 有些學校自己 澄清我們沒有參與 這樣 所以這個表 已經消失了 那些Fan Page 還作了一些很好的理由 讓自己可以 華麗下台 好了 這位聽眾叫嘉嘉 中學校長必須強硬 怎可以讓 心志未成熟的人 參與政治 這位 Kong Kong 開學校 前不計 教士 給他們 反省的機會 煽動學生參與 非法活動的教師 必須收到校方的警告信 合約制 要停止合約 社會各大機構 應該一同響應 好啦 那些人就說 等一下 好啦 阿卡聰聰 就說 如果有組織可以想辦法 保護警察子女上學就好啦 最擔心 就是警察的子弟 因為最恐怖 他們現在散佈這種恐怖思潮 等他們 有這個心理壓力 好啦 巴巴堅 教協教唆中學生打課 心存惡毒 搞X班弟弟 叫他們上街爭取 如果被捕就走上人生有污點之路 陳浩天又想著草去台灣 當然沒那麼著數 陳浩天應該想著草去日本 不是台灣 除非他去完日本再去台灣 跟著呢 剛才說回來 不是一生有污點 如果真的有什麼事被捕 他們可能要去 什麼感化 甚至乎那些叫做 是不是感化院 或者那些叫做 比年青人 還沒入獄 不是監獄那些 那些 好啦 那說回來 華人及黃人不再罷貨名單 Fred說 很混亂 很多都很混亂 所以那些 那些學校的名字 要 學校要出一封信 要表明自己的立場 不要被人 拿到你的校名去利用 那你自己登出來 那你自己先說自己的立場 Joe去就說 罷課中學生 全部應該被校內處分 將來入大學 就要審查 大學生罷課 就要全部勒令退學 因此 因此歪風不可將 因為星星之火可以療緣 非常時期 非常手段 哇 還有 好狠心 大家都 很多都想嚴懲學生 不過 中學生 我們也不可以太苛窄 某程度上 他可能真的被人 煽動了也好 洗了路也好 怎樣也好 其實 給個機會 中學生 我也應該要的 看看 看看 還有呢 就是 哇 這位Loo Chang 搞笑 最好是退學 讀來沒有用 將來派他們變成恐怖分子 那又 沒那麼容易的 我們都要 應該這樣說 就算 有多少黃絲也好 黃教師也好 怎樣也好 我們都要好好保護下一代 其實他們沒辦法的 他們入了這間學校 他們自己都不知道 會遇到這些黃絲 是不是 那我們 不可以 一下子就把整個責任 到這班 學生身上 我們都要 想一想辦法 要 保護這些 孩子的將來 對不對 好 等等 汪汪 阿汪 即是姓王的王 咦 他跟我想法很相似 學校應該要表態 不罷火 學生會否回到學 你控制不到 但學生和老師 就不可以罷火 對的 對的 好了 那 還有就是 好了 有聽眾 就PM了我 問我 可不可以讀他的留言 那些 好了 有位先生 他今年47歲 他說 見證過97前後社會工作的經驗 明白了不同時代的政府 原來他以前都開始聽網台的 有這個 嘩 一系列 我免得幫人買廣告 很多都有聽 不同的政治立場都有聽 他說 也會被他們影響到 原來洗腦真的很有效 從2016年最喜歡聽某些網台 然後就開始繼續聽聽聽聽 聽到 後來 認識到我們方向 都理解了很多 另一個角度去看 那個 叫做 時事方面 或是怎樣去看社會發生的 什麼 先說多謝我們 我也要多謝你 聽 我們的節目 他說 如果TVB可以再播一些 某些電視劇 其實不錯 他建議不錯 播新宅師兄 獵鷹 特別是 謝天華的 笑聲歌 如果有些人看的話 可能對於警察的形象都會OK 嘩 但有兩看 如果獵鷹好像是很久年前 那些人可能會說 嘩 九七前的警察人就可以這樣 這些人就 不管了 他們說 這樣有機會令到警察的形象就會轉好 好 夠低一個低一個 笑聲歌 這個OK 因為笑聲歌是臥底 是不是 之前有些人就說 嘩 為什麼 有警察扮示威者 等等 是不是臥底 我們應該給回一個正面形象 這個臥底 無間道就不太好 因為始終他們好像 難為正邪定分界 那些 那 那 今晚 這個 罷貨問題 先說到這裏 那 好多謝各位聽眾 今晚都收聽 望向晚報 希望明天831 可以大家 平安度過 其實都有點擔心 那 那 另外呢 想補充少少 那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大家知道 大家聽到 螢幕上編輯部 這個YouTube Channel 就是 我們 叫做 第一號 然後 234567 就是 每一位主持 另外 自己都有個 YouTube Channel 以防晚日 大家 不知道 那個Channel 會不會有什麼事 所以 每人都會開了一個 叫做 自己的Channel 到時 每一位主持 都可能會放一些 自己 不同風格的 節目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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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我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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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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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放一些自己的節目,到時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我想都是會比較類似晚間節目,但可能是沒有那麼政治,或是沒有那麼時事 節目的比重會比較低,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或者有什麼意見或想聽 可以留言告訴我 因為我看到一些聽眾都會說,原來都喜歡晚間節目,聽我說什麼都好 這些聽眾的反應給我聽,有時候可能我出的節目已經太晚了,要熬睡等 我想可能接下來會是,我有這樣的想法,可能是每晚的10點半 可能我設了一個時間,就是每晚的10點半去出一個晚間的節目 短短的,大概接近半小時的節目 希望大家可以早點聽完,就可以早點休息,或者可能 講一些大家晚上覺得聽完會舒服一點的閒話加上一點的東西 或者可能人生百態也好,大家人際上的感情瓜葛也好,怎樣都好 希望可以做到這樣,這次時間來到這裡,多謝大家 我活著,ATORYLEMENS 字幕提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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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